权谋残卷 这是一部有所残缺的权术绝学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明朝一代名相张旭正 自书大号太岳 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父太师的文官 在明朝末立年间 他几乎凭一人之力实现了明代中后期的 以此普新成为西方政治家 与历史关注的中国经济第一人 后人称为代相之杰 此处作是以其一生对权谋之术的所思所悟 是结合儒家 道家思想论权谋之道的经典之作 莫不可小瞧一刻 残字有传说是作者 自己对著作有所删减 留下十三卷 也有人说是后人有所思 藏或流传中出现残缺 但这或许如同红楼一般 时局在变 未尽失作 故意残卷欲知 对于大人物来说 一个残字警醒自己是刻法 思成于败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一个残字告诫自己之真伪 便虚实 残之道妙 十年争容 千年权谋 梁启超 蒋介石等等 吾不对 其有助级高的评价 由于这本中华奇书的全谋大律 对当今商界也是意义非凡 被大人物悄然藏为首颠书 他们均是 不查而后名 名而断之 罚之 是方可图的受益者 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 全谋残卷的深远影响 玉成大事由不该忽视 我们精选了全谋残卷 各卷中的金华 功名先祖为快 逼坚图说 全谋残卷 至查卷一 为善查者能见卫之主 查然后之真伪 便虚实 不查而后名 名而断之 罚之 是方可图 查之不明 拒之不显 听其言而观其行 观其色 而究其识 查者之 不查者你 名查 尽可以全国 最可以保身 君子一汽然 一文 只有善无观察事情的人 才能够从洗劫中发现本质 只有名查本质 才能够知晓事情的真假 明辨虚实 只有清楚事情 真相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目标才可以实现 不能够名查秋毫 做事就不会有失磨成果 一定要拿一个人的行动 去考察 他所说的言论是否一致 在细观察一个人的神色 可以发现事情的真相 是否如他所说 因此 名查秋毫的人 是智慧的人 不观察细节的人 容易被迷惑 洞察先机的人 进一步讲 可以是事业 是国家兴旺强盛 退一步讲 也能保全自己 君子在名查 这件事情上 必须要有足够的重视 全谋残卷 仇谋卷二 查人性 顺人情 然后可趁 其必有邪 谋之不深 而行之不远 人取巧 我取大 人是近 我是远 未遇愁谬 智者所为也 一文考察一个人的本质 可以先顺应他的欲望 了解之后 就可以趁机开始 为自己的谋华了 之后事情就会顺理成章 如果谋略不够深远 行动不久 就会遇见很大的阻力 别人选择小力 我看众志向 人们看得近 我考虑深远 未遇愁谬 是有智慧的人 才能够达到的境界 全谋残卷 用人卷三 大德荣下 大道荣众 盖虚立 而避害 此人心之常也 一术以安人心 故于其为恩趋于 不如施实以德 施实以恩 使下为法而立赏 下也 好得而恩尽 上也 天下无不可用之财 为在乌所用 一文大的德行 能够包容他人 大德道义 能够容纳众人 趋利避害 是人之常情 应该宽恕别人 使人心安定 如果为了稳定 而驱除犯错的人 不如对犯错的人 施以德 用恩惠来收服他们 用惩罚让别人害怕 用奖励让别人卖命 施下策 如果用别人喜欢 刀以而让他们 自己施进去 才是上策 天下没有不能够 实用的人才 关键 在乌怎么样运用 一间图说 全谋残卷 是上卷四 上院报持以德 上毁报持以欲 上义报持以诚 戏钱不胜 自无余 是君以忠 不捐戏流 待人以诚 不留小戏 为上计 不以小慧 而以常策 小慧人人可为 常策非邪者 不能为之 故事之以余 一文 上级对你若心存抱怨 就用真诚和适合的礼物 去回馈他 上级对你诋毁 你就用赞誉来回报他 上级对你猜忌 你就用诚实来应对他 这样没有奸细 自然就没有祸患了 对待上级 要忠心一点 小事也不能够马虎 对待别人要真诚 不要忽略细节 替上级注下 不要从小离开始 要从长远去谋华 因为小恩小慧 智人人都可以做到 可是长远的谋律 只有贤能的人才可以做到 所以用阿余奉承来对待上级 不如表现出对他的忠诚 不如为他奔妖解拿 锦上天花 逼不上雪中送他 全谋残眷 必过眷武 或然怀天下之志 而以掏之慧 牙尖而先尸 舌柔而后存 柔克刚而弱胜强 人心有所叵测 知人机者 为以故知为者 以擅藏之 靠或服之远 查胜衰之势 防是知为猛 必难于无形 自为上智 或知于人 避之而不及 为知者可以拾其照 以其招招 而是人昏昏 然后可以全身 故意约乾隆勿勇 而抗龙有悔 不利弃者 人所欲取 故身怀利弃者 为一文 雄怀匡 天下之志向的人 应该隐藏起自己的内心抱负 牙齿坚硬 却最先失去 舌头柔软 却一直保留到人死 柔能克刚 弱能胜强 人心无法预测 知道别人心思的人 往往处境危险 所以能洞察先机的人 应该善于隐藏自己 所知道秘密 今日便要注意思考 获福的本源 明察盛衰的始末 在事情萌芽 就开始准备对策 在为难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就避开他 这是最大的智慧 平常人对于祸犯 即便拙也堵滚掉 唯独有智慧的人 可以发 现货换到来前的纸兆 心里明白 却藏而不漏 然后才可以保全自己 君主和臣子 个自安于本位 居安思危 临缘止步 所以一经上说 乾隆勿用 抗龙有悔 利器是人们都希望得到的 所以怀有利器的人处境 就危险 逼坚图说 全谋残阵 度是眷六 逝者是也 失之则生 逆之则危 得之则强 失之则弱 是有缓急 急不已缓 缓不已急 因时度是 各得所安 逼其锐 皆细分 群其细 成其地 不劳而天下定 见一远而时一大 谋一身而胆一壮 君无威武以利 令无法无以行 浩然正气 而坚定者 一文 行事是需要你去适应的 能够适应他的人 就能平安前行 不能够适应他的人 会非常危险 能够得到行事的帮助 你就会变得强大 得不到行事帮助 你就会变得弱小 事情有缓有急 需要马上解决的事情 不要拖延 该慢慢来的事情 不应该操之过急 当根据当时的行事 分析对策 才能平安无事 避开争斗的漩涡 解除和别人的纷争 寻找对方的破绽 利用对方的弊端 不用费力 就能够安定天下 胆量应该损壮 胸怀浩然正气 坚定小人 自然就会畏惧 全谋残卷 攻心卷欺 攻心者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嗜之以义 扶之以威 屈于儿时取之 嗜之以害 其必为我所用 欲得其心 莫若投其所好 君喜则我喜 君增则我增 我于君同心 则君不为我义 一文 公许人心的办法 首先是告诉对方道理 再用感情来打动他 用意来引导他 用灵信来震慑他 给予对方好处 是为了给 自己谋划更大的利益 向对方讲清楚 唇王齿寒的力 很关系 对方就一定会为我所用 要想征服对方的心 没有比投其所好 更好的办法了 他喜欢的我就喜欢 他不喜欢的我就不喜欢 我于他是一条心的 他就不会把我当外人 全谋残卷 全其卷 八 波欲行一事 哲义 他是演之 不使一生 不使信心 慈其名修 战道 暗住陈仓 是有不可拒久 物拒脱缓缓之 消息事业 然后承其事业 一文 要想做一件事情 要借用其他事情 来做好铺垫和掩护 不要让别人有所怀疑 不要使别人对 你要进行的事情产生阻力 这就是明修战道 暗住陈仓 当事情无法扭转的时候 就不要抗拒 拖延 延缓 从而慢慢消除他的攻势 然后再图谋他 想要征服谁 首先要纵容他 想要除掉谁 首先要使他脚横 然后就可以利用形式了 全谋残卷 六术卷九 智无常法 因时因事而已 即以其智 还法其智 即以其谋 还智其谋 一文 智慧没有固定的法则 因时间行事 而各有不同 用别人的智慧来对付别人 用别人的谋略来图谋别人 地间图说 全谋残卷 即便卷实 为智者见为之助 临机而断 因时而起 待机而变 即不由我而变在我 机者变也 为之机者善变 变得安 不变则为之机者明 善断者智 是可度而机可视 然后即可行 以触电不惊 临危不乱 见机行事 一记取之 此大将之风也 一文 一步走错 满盘皆输 唯独只有智者 才能够见 推之助 临机而断 等待时机而行动 所以 奥妙就在无我 门如何把握时机 所以智谋没有固定的模式 只不过在于心中灵活的运用罢了 时机本身就是不停变化的 只有能够洞察时机的人 才能够抓住时机 只有随时机而变化 才能够安身离命 否则就会有过法 能够看清楚时机的人就是明善于 在时机前取舍 就是指 一旦发现事情可以预测 而时机可以利用 计谋就可以实行 能够在变乱 中不惊慌 面对为难不散乱的脚 见机行事 靠计谋来秩序 这就是大将做事的风格 全谋残卷 封见卷十一 或机之免之 以正其不可行也 或等之欲之 以至其勇 进而推之 以正其不可行也 见不宜己而隐化 言不宜直而宜取 一文 向别人提出 建议应该是 用激讲法 或者是鼓励勉励的方法 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给别人提出 建议时可以 说明对方的问题所在 按照对方的思路 对断下去 来证实对方的举动不可行 给别人提建议 不宜操之过急 而应该缓和一些 言语不能太过直白 需要委婉 说出 全谋残卷 中伤卷十二 天下之志 独莫过于禅 禅有利器 一言之巧 由圣莫马千军 一文 天下最恶毒的事物 莫过于禅言 禅言就像利器 一句巧妙的禅言 就可能胜过千军莫马 全谋残卷 美色卷十三 鼠位富人柔弱 一贫一笑 由圣百莫甲兵 智者借色罚人 愚者以色罚己 一文 谁说女人柔弱 一贫一笑 有时候 能够胜过百莫雄兵 智慧的人 用美色去攻击别人 愚蠢的人 用美色来讨伐自己 让自己沉迷